我今天大概有看到周刊的标题 那有提到参选未来问鼎地方县市首长 基本上我看到被点名的都是女将都是女力 那代表在地方经营 那在政治工作上具备竞争力的是女性 越来越受到国人的肯定 针对女力崛起 女力撑起半边天 这样子的一个政治发展 我个人是非常非常的开心 而且被点名的都是立法院我的好同事 那确实都是表现非常亮眼的 那至于我自己 我认为女性从政本来就是能够去观照到 一般以男性独大的这种政治思维 所没有办法关注关切到的试点 包括我自己都投入文化教育 这种国家软实力的薄件 所以越多的女力投入政治工作 基本上我都觉得这是再好不过的事了 但是如果要提到我自己对于参选市长的部分 我只能说我现在就是立法院的干市长 我真的无暇没有心思 那我给予所有的从政者都是高度的祝福 不管有没有表态要参选 或是被点名有竞争力的 我觉得都是无限的祝福 跟我一起去建议 每个人都有 这种种民衣服 这种民衣服 我还是不诚